中国的历史有五千年之久 中国挖掘工人们的东西加以研究和保护 但是在很早之前 当时的考古水平非常有限 却挖了很多的帝王林墓 因为技术不够成熟 对挖出来的东西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严重损失 所以为了保护出土的文物 当时的国家要求技术不成熟的时候 不允许挖掘帝王林墓 等有了足够的条件以后再去进行挖掘 所以当时的很多林墓只是挖了一半 就被迫终止了 江苏的一座疑似项羽军师墓 当时的考古队挖开之后 就慌忙地退了出去 等到三十年以后 技术成熟了 纵人才赶进去 江苏省的云龙山 他们在建国之前 不过是一个荒凉的小山坡 在本地也是有一个传说 说这里是项羽手下范增的墓穴 而一些史书上也有这件事情的记载 在1969年的一天 当时的一位村民在山上 无意间地挖出了许多的砖瓦 他马上就上报了当地部门 专家们得知消息后 马上就赶了过来 经过纵人的检测 发现这是一座东汉时期的墓 也就是说 这并不是范增的墓 这个挖出的墓标 并不是在封土堆的中间 而且规模非常小 里面一定还有一座更大的古墓 于是考古队一直想要寻找 这座更大的古墓 在1977年的某天终于找到了 在场的人们非常开心 打开了墓室的入口 发现许多的墓室已经坍塌了 也有过多次被盗墓贼行窃的痕迹 但还是发现了很多的文物 考古队员们非常兴奋 马上就准备动手挖掘 突然上级的命令传了过来 因为当时的挖掘技术非常不成熟 之前帝王墓发掘的时候 已经有很多的文物都遭到了严重的损坏 所以这么珍贵的蓬城王墓 必须要保护起来 待技术完善的时候再进行挖掘 考古队员们无奈 只得退了出来 这些古墓也被回田保护 等到三十多年后 国家才批准挖掘这里 最后考古人员确定了这里 埋了两位王猴级别的大人物 本期的简史奇观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记得评论 双发点赞